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希望他们可以顺利度过南欢 他从小学六年级就被父母送出国 以自身经验分享留学生心情 他也若要见二个儿子送出国 至少会等他们高中或是大学毕业后再说 但不会考虑去美国 届时会有老婆或他也陪同一起去 而孙安佐金一句玩笑话被认为有恐怖嫌疑 后来又被发现中有1600发子弹和枪支 案情可能升级为联邦案件 对此 姜伟文发言谨慎 谨说 其实我离开美国已经20年了 也不清楚状况 所以真的不方便评论 他也指出当时去美国读书的华人 没有相信的那么多 同学也都跟他一样是举家移民到美国 认识的同学都没有人有住在寄宿家庭的经验 姜伟文若要送子女出国会亲自陪同 记者陈一全社 姜伟文 出席日本和牛少事记者会 记者陈一全社 姜伟文 出席日本和牛少事记者会 记者陈一全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